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大家也知道上半年中国的一些政策有少改变 特别在执行力度和所谓他们国家减债 而在高息债券里面最大的影响是因为上半年十年期的国库债券升得很急 尤其是在头几个月 那变成在亚洲债券呢 我们叫那九期的duration是比较短的 所以风险方面相对来说是比较低的 所以表现是优胜 但是在亚洲的投资平级债券里面 在上半年亦都发生了几宗比较大的 爆煲事件 违约事件 或者是有一些暂时还未解决的事情 是困扰着市场的 那这些都是上半年令到亚债整体上表现没有那么好的地方 我见到去年也有很多人继续讨论买债 因为起码你的股市一直在升的时候 你的仓有相应的一些保护 因为有一些固定收益在 而当中很多人都会选择美国市场 但是说真的债价升得那么急 那个eo已经很低了 而去年其实在美国发行的一些债券 听说是创了历史新高 为什么那个表现依然那么厉害 就是一路的腰这么低 是一些痛苦交易来的 是啊 因为其实我想是 如果你看上半年 特别是中美之间 其实有很多 不要说磨擦 或者很多 在政策上面有些分歧 或者有些少少不咬然的地方 那你又特别有很多的资金 就因为可能是 无论是特朗普或者是拜登的政府 都有一些政策上面 要将某些在美国的投资人 要不可以投资在某些地区 特别是一些企业 某些公司 那变成了有些资金 无可避免 就回到自己本土市场 那令到在那个需求里面 就特别大 那我们看到有些个别的企业 在因为这样下 就受惠了 因为基本上都是一个分浪 一个资金的流向 所以令到第一 就是刚才你说的 美国的上半年的 发债的量是相当多 但是价钱仍然是相当之贵 那变成了真的有这样的原因 如果升一多 大家会担心下半年间的走势是怎样的 很多人都会说 就是说退市加息 那现在联储局的点阵图 就去2023年至少加两次 但是有很多市场人士就估 春年的第四季 其实已经要开始来了 是吗 而我们都可能会 未来几月陆续听到 联储局为首的一些央行 说收水 资产负债表要缩了 那如果我买债券的话 就很不值 其实传统上这个关系 是不是真的这么高呢 OK 这个很有趣的问题 就是因为你刚才 说联储局上次说 那些点是有一个加息的预期 但是反之 其实在市场里面 美国的息其实是在下跌 所以其实看回 究竟是什么为之 就是我们叫做一个噪音 一个噪音 还是实际上 究竟应该是怎样保处 其实我们在说 市场的所谓利率的上升 是因为现在说的是通胀 还是一个所谓利率正常化 那我们很多人在说 就是比对13年所谓退市 是 对了 就是退市 你看到退市 比如纯粹是比较亚债和美息 因为我们在说美金的债券 所有无论是亚债新兴市场 都是看着美息 来做一个决定的了 那在美息里面 在13年 没错 有一个tapling 有一个所谓收水 但是当时的亚债的息差 是反应是负面的 就是会先扩阔 背后的原因 就是因为13年的经济的条件 其实未去到一个成熟 或者是强到一个阶段 是容许退市的 所以是害怕的 是的 那退市是 老实说是一个 不一定 就是看回头 不是一个最正确的决定 所以你看到债市的反应 就相当负面 但是去到后期 大家都回想到 这个未必是一个 就是能够持久地 可以退市的情况 其实我们看回头 其实开始 就是 对 就是反过头 开始有机会减息 那变成了债市 就有一个正面的反应 发觉原来亚债第一 因为息差够阔 可以顶得顺 另外一样 就是亚洲当时的经济条件 亦都比美国是为之好的 所以亚债有这样的反应 那如果你看回现在 绝大部分人说 就是说退市 的原因就是什么 因为通胀预期 是啊 其实我们想一下 是不是真的有这件事发生 这个我们要 暂时要想一想 要冷静一下 可能都是一些疫情所影响 是 那我们怎么看呢 如果你现在看这个图表 就是说 在 为什么他们说有通胀 为什么要说退市 为什么要说利率市场 这个正常化 原因就是 因为经济条件相当好 那你要看到 就是不单止说你说 在等待退市 亚债的息差 是跟1300的比较 完全相反的 是直接下跌的 那为什么呢 就是看到原来那个加息 所谓的预期 是因为背后 是一个很正面的经济原因 然后令到这些企业觉得 生意做得好些 或者因为reopening 因为疫情之下 可以重新开启 那这些都是一个正面的因素 但是我刚才说 就是说究竟是不是真的有个通胀 其实你刚才都说得很好的了 那其实我们看回经济的反弹 因为19年 2020年疫情的反弹 其实我们看不是一个平均的反弹 因为有些所谓板块 有些 有些环节是未行的 完全是未行的 我们会看到 那个领先市场 不能够维持在一个高水平的 我们也都觉得 其实未来 我们讲的通胀 套用一个东西 是一个过渡性 而不是一个结构性 因为第一 不同的办法 有不同的recovering 就是那个复苏的步伐 有些根本就应该 因为疫情之下 会令到可能 没有机会复苏 甚至复苏的变化 会相当缓慢 所以 因为现在可能 在看 就是突然间复苏 这些事情可能 怕一怕 在供应方面 供应方面 未能够完全顺畅 那变化很多东西都差 尤其是资源 或者有些 Metal and Mining 等等 就因为突然间供应不够 那个需求突然间上得很快 所以才有一个 我们叫的一个通胀現象 是的 如果大家有留意 譬如一些 航运类的指数 那些你就能反映到 如果有些朋友移民 最近说 我要找一个箱 和航运东西 都是非常困难 是的 其实这些活生生的例子 反映到通胀向上 其实有机会和疫情有关 但刚才Alpha 说到一件事 就是经济复苏不稳 这件事 其实我是有点担心 要问你的 因为 如果我们说到 亚洲区的经济 那个看法 其实整条街 那些看法 都是相对乐观的 比起成熟市场 因为觉得 他们之前的基数 实际上太低了 变成了今年一个反弹幅度很大 不是说美国那些4-5%的增幅 即他们的GDP的弹幅 有些是超过8% 我们内地 其实见到第一季 经济增长 其实去到18% 第二季 叫做放缓 但是 其实有很多地方 现在的 疫情 再爆发 就是这些因素 那怎么去分析呢 是的 所以其实在 亚洲区来说 所谓经济的反弹和复苏 都是不平均的 亦都是因为 疫情的原因 就令到有一些 经济 其实比原先估计 没有那么乐观 但是总体来说 其实因为 疫情的控制 我们觉得 都会慢慢 会正常化 特别是 某些国家 特别是西方国家 打疫苗的程度 已经比较理想 那变成了 有多余的疫苗 或者有充足的疫苗 可以供应一些 譬如好像 亚洲或者非洲国家 那我们见到 其实亚洲国家的 疫苗的接种率 亦都是在追紧 那变成了 你要看回 所有的亚洲国家 第一波的反弹 就是以一个工业生产为主 特别是中国方面 第二波的反弹 就会纯粹是消费模式 就是当人可以 自由流动的时候 那变成了 真的 好复兴的 所以我们觉得 第二波 就随着疫情接种 去提升的时候 就会出现了 那我们其实 在西方国家 已经看到这个现象 也对 所以我们觉得 在下半年来说 当然 在某些国家 仍然会落后 所以你要 选择方面 就要小心 那选择方面 你会先选 是什么地区 因为我们常常 我们说说债券 为什么突然说经济 但是其实 息息相关 如果经济好 企业盈利向上 大家就会 看看那些地方 其实买相关的 债券方面 会不会那个 就是 兴趣会更加大 那如果Alpha上 就是很多投资者 会不会问你 那我今年 你说要选择 亚洲区 你会先选择 什么地方 那刚才我也 也提过 就是说 我们未来接力 会 经济反弹 就会有一些 所谓消费类的 那而工业生产那些 其实第一波 已经着手了 那当然 也会继续维持 所以我们现在在看 所谓 就是特别是资源类的 某些资源类 特别是说 是没有那么 就是 environmental friendly 就是ESG 比较好些的资源类 就会 首先会有利益 那另外 就是当然就是消费类 消费类 要举一个例子 你刚才举一个 很好的例子 那一个例子 譬如好像 在说 航空业 如果你有些航空公司 是多 所谓国内 或者domestic 那就会比 依赖 国际航线 国际航线的 公司 会反达得快些 所以你选择的时候 就要懂得选择 那如果消费类的 那可能你就要将 有些以前 譬如是网上 做一个平台 活跃的 这些企业 因为疫情 现在舒缓了 就应该退出来 就买一些 能够实际有 直接interaction的 或者是有 面对面的 那些模式 所以 譬如好像有一些 收租的企业 或者是多商场的企业 那你就要考虑了 那这个思维好像股票 是不是 要向前看的 是的 即是增长股 还是价值股 即是买一些价值型的 公司的企业债 大家可以考虑一下 不过来说 债券 其实分很多种 有很多人会问 如何选择 一会儿又说 高息债 一会儿就说 IG 投资级别债 那有什么不同的特点 和下半年怎么选择 我想如果用亚债来说 就是这个图 就让你看到 其实在华盐那条线 就说这个年度平均 就是过去几年的平均数 那我们觉得 就纯粹以这个指数的基点来看 就亚洲的投资评级债 其实已经是偏向稍为贵一点 那就以高息债来说 仍然是便宜的 就是过去那几年的平均来说 那所以如果你大位的部署 当然是要放多一点在高息债 而放少一点在投资债 那但是当然 刚才我说了 其实你不可以随随买指数的 因为细分当中 有些是地雷 有些是金矿 那你就要适择了 那我刚才说 就算你说航空 你整个买过航空板块 那当然中间有很多不同的因素 你就要适择了 地雷 地雷呢 我立刻想起 内房算不算地雷 就是 身边很多朋友就问的 因为内房确实是很吸引的 说真的 内地的企业债里面 绝大部分都是内房为主 是高息的 但是过去一年 其实就发生很多不同的不利消息 最近都依然存在着 某些大型企业 违约有很多债务到期等等 到现在都未拆得点 是 那怎样呢 又高息很吸引 但是又有风险要留意 总体来说 内房 在中国的内房债 占这个亚洲债的比重相当高 所以你不能避免 是不去投资 甚至去留意这个版块 当然 内房的版块 涉及很多间不同的企业 有些是一些全国性 有些是一些地区性的 内房分析公司 所以我们看 不可以在这个图里面 在指数方面 当然我们觉得 就是Single B 评级的企业是更加好处 那当然 这个风险相当高 那你要懂得选 那我们怎么看呢 那第一 就是中国的所谓市场化 不是 那个城镇化的 那个比率 是仍然比 一些成熟的经济体 来得低的 那所以呢 那个光衰 仍然相当强 那就是 因为每个人都要改善他的生活条件 要住一个比较好的屋 但是在这么多间房地产开发商 我们要看看 究竟他的部位 他的project 究竟是哪些城市 究竟是一二城市 沿海城市 或者一些经济 比较好的城市 还是一些内部 在西面的城市 那你要懂得找 那我们觉得 就是 现在北京的政策 就是要去杠杆 也都在说三条红线 那所以呢 就我们要看 究竟内房的政策 究竟是否他们很积极去买地 或者很积极的套现 那就要分了 所以我们觉得 在中间里面 其实有很多值得投资 但是当然中间 也有些很明显的地雷 我们可以避开 因为我也想问一下你 你观察市场很快 和很贴市 我也帮投资者问一下 既然这么多的风险因素 继续发酵 其实现在的国际投资者 甚至大户 对于内房高息债 这个板法的兴趣究竟是如何呢 因为我有时刨一些报告 有很多大行 他们就反映到 基础投资者的反应 就是说 其实很多都持续了 整个手都是 很划算 股值很低 但是不敢加码 因为看到五月一路抛售 就是有些个别的Single B那些 就是传播 直接拉阔成500点以上 慢慢蔓延到两个B评级那些 那如果我真的有兴趣 我是怎样选择呢 其实在过去几个月 你刚才说 有违约的情况 有政策的情况 令到其实这些 无论Double B或者Single B的板块 都受到几多的抛售 那其实在抛售里面 我们见到 有些人就是我们 透过言语 就是好的东西都扔出去 真的不理那么多 就要扔出去 要钱不要货 是的 但是变了 其实就有很多保 就在街上可以收拾的 那当然 个别内房 因为有很多内房 不只是发行一个债券的 是发行不同 所谓年期的债券 那我们在某些 那些企业里面 其实他短期里面 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因为知道 其实他可能 已经是 预先refinance 已经预备了资金 甚至知道 他有些销售楼宇的钱 回笼的时候 都足够给某些年期的了 所以在那个情况下 我们可能 未必那么喜欢那间公司 但是我们知道 这间公司不会违约 或者短期里面是没有问题 那我们就会选择 短期的债券 那有些短期债券 都说是十几二十厘的 是的 所以在 在买这个 特别高息债券里面 你一定要知道 你在买什么 以及知道 那间企业 究竟他的现金流的情况 以及 什么时候 他的债券到期 他有什么 准备 还债券 那现在 在这个环境下 你会建议 买什么年期 最稳定的 我们现在 暂时 WB和 星高B的策略 都有些不同 如果是星高B 就不会 或者不会持久 可能五年以内 那些比较好 是的 没错 有个别 亚洲有很多选择 因为 我见很多人都会说 美国那些 通常年期比较长 是的 亚洲那些 就比较短 其实为什么 其实基本上就是 第一 他不需要你 他不需要这么长 不需要这么长 第二 他其实 譬如说内房 其实在2014年 国家 已经有个政策出来 就是他们不可以 再发一个新的债券 所谓新资金的债券 所有资本 都要用来还购债 是的 那变了他们有些 旧债都是说三四五年 所以都是这样操作 这样的 还有就是 如果太长 市场也都未必 会完全接受他们 所以这个图 就给大家看到了 如果要减算 比较短年期的话 亚洲方面 选择就比较多 是 比起环球平均 其实就是最低 是的 所以大家可以去尋一下保 不过我们刚才有说过 特定的一些 譬如是内房债等等 那些 如果我们接下来 选择的话 其实有些人说 那买一些主权债 那些行不行 我看完你这个测试之后 我都呆了 呆了 怎会平均的 予有14厘 是 哪个拉高 亚洲债券的主权债 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就是投资评级的债券 其实他们不是很需要我们的 其实两个投资评级的主权国家 就是供应债券多的 就是菲律宾和人尼 但是非投资评级 我们称为Frontier的市场 例如巴基斯坦 斯里兰卡 越南 蒙古里 那些 那些 就是会比较需要我们 多些 那些大的危机很大 那当然 市场 市场有一个市场 它就要给一个 就是适合的所谓利率 去吸引投资人 那当然 现在在指数比重最高的 就是斯里兰卡国债 那如果大家有留意 斯里兰卡本身 都有因为疫情的原因 因为旅客比较少些 所以都有一定的困难 那在短期方面 我们就觉得 他们应该可以应付到的 但是中长期 就要看一下 当地国家政府 会不会寻求IMF的帮助 那这个就要再观察了 那所以这个就明白了 那主权债 通常不是要低一点的吗 原来不是 就是有个别的国家 其实拉高了平均 那然后大家都可以 就是在这里选择一下 就是不同的地区 其实平均 那个Yield 持有到期的话 那个收益率 其实都有 挺不同的 就是很少听人说 买香港澳门那些 但原来 其实澳门的选择 我听很多机会投资者说 都很多人持有的 是的 其实我们现在估计 未来十二个月 如果你是做一个 比较风险平均的 一个所谓 亚洲高息债的债券的盘 其实你 我们估计的回报 去大到七厘的 其实一定 一些都不差的 那当然你要懂部署 那澳门方面 绝大部分都是一些所谓 我们叫做gaming 就是一些 赌场 是的 娱乐场所 一些娱乐性的板块 那些就很受这个 刚才我所说的 就是人的interaction的影响 是的 要看前面 还有多久要trade一次 我想说很多人的概念 就是债券当然在那里持有的 哪有常常调仓 好像股票那样 但是是不是 其实因为 刚才我说了 因为通胀的预期 或者你的噪音 就是利率的波动相当大 还有因为有很多消息走出来 就是令到其实过去几年的 债券的市场的波动相当高 所以其实操作方面 其实举个例子 就是因为各个 就是那个策略都不同 那我们譬如有些是一些 比较进取型一点的 就是一些债券的基金 或者我们一些盘 可能在一年里面 我们会整个盘转一次 哦 就是真的 真的转一次 转一次 哦 这样 所以就要达到有些目的 那当然了 如果你是一个投资评级的 可能你只是 可能两年才转一次 就不一定是 还要看看市场 比如说 去年三月 有个大嵐市 其实是 那个时刻 其实很多 很多东西可以收拾 如果你认识的 是的 很多人都很后悔 是的 因为太害怕了 什么都做不到 所以你一定要知道 你究竟在做什么 或者你知道这间企业 在做什么 好了 今天非常好 我自己都学会很多东西 谢谢你 谢谢 跟我们说了这么多 有关债券市场知识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多点了解一下 看看会不会帮你 Tron 去加多一点 有些稳定回报的收益的产品 今天节目时间差不多 谢谢Alpha 有时间再上来聊天 谢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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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